大家好 歡迎來到BanBanChannel 今天為大家講解的就是這條題目 DSE 2020年的M1第一條的長題目 事不宜切 先看看這條題目 Table below show the probability distribution of a discrete random variable x 講明是離散的變量 它就說 where a is a constant and p 大於0 A部分就問你了 做一些確鮮體的A部分 就是A 事不宜遲 直接在這張單紙裏做 這條是第一條A部分 在未做之前 我自己會這樣想 其實在這裏我Chapter 8的Nooks 我都有講過 即是9的Nooks 根據一個Descript的RandomVariable 即是甚麼意思呢 你將所有可能性的Properability 其實是1 即是現在我用綠色筆錄 就是Submation 就是px等於x 加上它 理論上是等於1 你要知道這件事 所以其實換句說話來說 如果你讓我今次在這裏做 我會怎樣做呢 我會把這堆東西加上它 簡單一點說 就是由於我會告訴別人 就是Submation 好了 x是由0,1,2 就是0至2之間 px等於x 會是等於1 所以發生甚麼事呢 我自己覺得 就是把下面的Properability 第一個就是1 再減4p 而第二個就是再加ap 而第三個就是p 加起來會等於1 我們在這裏做少少手腳 如無意外 我自己就會是1 我照寫 再減4p 再加1p 即是減3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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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事實際上 把p抽起它 減好兩邊都有p 所以我們抽起p 剩下的東西寫在固定 就是a 再減3 那就會是等於0 好 所以最後兩塊東西 成為等於0 即是其他一個是0 可能是p 就會是等於0 p或者我寫過少少少 p是減3 寫得好 稍後再補回它 因為這裏都未乾 p減3 就是等於0 p有沒有可能是等於0 它都說過了 講到明p是大於0 怎麼會等於0 所以這個位置應該就是rejected 這個叫寫去 即是不愛它 不可能 所以其實最後 換言之 我們心裡有數 即是說p 將 這裡是個減 減3 調到旁邊 加3 所以最後答案 p sorry 應該這個是a-3 真的 出事 這個是a 稍後再寫 換言之 換言之 a應該就是等於3 可以嗎 真的 哈六 經常都寫錯 如果可以的話 我們下b 我稍後再補回這些位置 b 它就說 if 那個variance ex 加a的2次 就會等於8 eax-1 它就叫我們 find 這個p到底是多少 我自己在想 如果你真心問我 我寫下 幫你找書 我就想起兩件事 第一件事 我會想的就是這個 就是什麼叫做ex呢 expectation x呢 根據公式 這個公式 就會是submation 在我六屎 chapter9 都已經有了 就是submation 就是x 再乘回p x 等於x 就是這個 那至於什麼叫做variance x呢 有兩件事 兩條公式都可以的 第一個公式就是這個 就是 它等同於e 裏面就是x 再-mul mul當然是ex 就是min 整個東西 二次 而事實上 如果我們用公式去說 這個應該就是 submation 裏面就是x-mul 就是整個東西 二次 再乘回p x 等於x 可以嗎 又或者 看看哪條色好用 不過說真的 我一般都喜歡用下面這條色 就是variance x 這個 計數方面的計 這個 就是ex 二次 再減 ex 整個東西的二次方 這個就是第一件事我們要知道的東西 和你溫溫一下書 是我chapter9第九課的時候說過 至於第二件事 根據 chapter9我也有提及過 如果eax加b e可以捨入去 就是a乘以ex 再加b 至於variance的時候 譬如variance a x 再加b 我都叫你背過 根據公式 你捨入去variance 捨入去的時候 a就拔出 變成a的二次 就是variance x 好了 後面加b 不用理它 就是不用搞任何東西 就是這個 我可以用回這一堆公式 好 我們來的 先補回這裡 a-3 2個1乘等於0 其他一個是0 所以這個是a-3等於0 所以最後答案 把-3調去變加3 即是說 a 就位等於3 即是下6 回到a是3 好了 所以b part我們來的 b part 我們首先不如 瞄一瞄給我們的資料 首先左邊這個是variance 2x加a的二次 所以我們看一看 我先瞄一瞄它是什麼 就是variance 好了 2x 再加 好了 a的二次 a其實我們就算了 就是3 所以其實3的二次即是9 其實就會等於什麼呢 就會根據這條公式 就是a拔出 a的二次variance x 所以就是2的二次 再variance x 所以其實簡單來說 這個會變成2的二次 就是4 就是4個variance x 好了 至於留意一下右邊 這裡是... 先不理個8 你留意一下這個e是什麼 就是ax-1 這個a是3 可以嗎 所以我們不如告訴別人 什麼叫做e3x 再減1 所以根據這條公式 就會是什麼來的 就會是... 將e試入去 就是a拔出 就是今次a就是3 就是3 2x 再減1 所以其實... 換句說話來說 我們就會得出... 這個了 OK 我也想知道一支 什麼是ex 在今次這條題目那裡 如果我今次想知道它是什麼 我們不如看看 根據ex 在這條題目那裡 根據公式 這裡有說的 就是submation x是由0到2 就是x乘回px 等於x 所以其實... 換句說話來說 我們在這裡... 你讓我繼續做下去 那就是... 首先把0放進去 x當作0 就是0 就再乘回1-4p 好 就是1 就再乘回px A是3 是A8做過 是不是 就是再乘回px 就再加這個 就是2 再乘回px 所以其實... 換句說話來說 這個東西是什麼 0乘什麼都是0 不用理會 1乘3p就是3p 再加2乘p就是2p 3p加2p就是5p 所以這裡 這個就是5p OK 好 所以... 我們得出ex 其實就是5p 那我又想看Variant X是什麼 在這個題目那裡 如果我們Variant X 根據我剛才給你的公式 即是在我Chutter 9都說過 Variant X 我們用這條去計 就比較好計 就是ex2次 再減ex整個東西2次方 那就是ex2次 就再減ex就是5p 整個東西2次方 而事實上 什麼是ex呢 根據公式 就是submation 今次根據公式就是submation x是由0去到2 然後x的2次 再乘px等於x 再減5p的2次 就是5p乘5p 就是25p2次 所以其實這裡我們繼續做下去的情況下 我們這塊東西怎麼處理 這塊東西是什麼意思呢 就是首先把0 這塊東西x 先把x x是0 就是0的2次 再乘px 就是px等於0 那就是1-4p 好了 再加 x是1 就是1 的2次 再乘px 抹歩一點 這個就是2 4px 就是2 就是2 就是x的2次 就是2的2次 再乘px 再減25p2次 慢慢整理一下 那是什麼來的呢 我們看一下 這塊0的2次就是0 0乘什麼都是0 這個0了 1,2次就是1,再乘3P,即是3P 2,2,2是4,2的2次是4,4P,即是3P加4P就是7P 即是7P,再減後面的25P的2次 推高一點點 所以換句數來講,我們這裡發生什麼事呢? 不要忘本了,你想做什麼? 給我們一個資料就是這個 所以我們用它,由於條題目跟我們講的 就是variant 就是2x再加,不要再寫a 因為a我們做過,就是3 所以我們把3放進去 就是3的2次就是9 就等於8乘2 a就是3,就是3x 再減1,OK? 原因就是當然是這個題目給我們 所以我們心裡有數 就是variant 2x加9 是什麼呢? variant 2x加9 就是4個variant x 就是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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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我們繼續做下去 4我會按照 4我會按照 variant x 其實在這裡看到 就是這個 就是7p 再減25個p 2次 所以這裡就是7p 再減25個p 2次 好,就等於 如果你問我 我自己就會把5p按進去 就是8 再乘3 再乘2 5p 再減1 弄得好一點 那怎樣弄得好一點呢? 那不如我拿一支黑筆 那我會拼進去 即是拆褲褲 把4放進去 以此同時 這裡也是 自己弄好它 也是 把8 右手邊 扔進去 扔進去 所以如果我們這樣扔進去 4,7 就是28 即是 這邊是 28個p 再減 好了 4乘25 就是 18 p2次 那等於什麼呢? 在這裡 3 5 15 8 15 8 15 應該就是 120 所以就是 120 p 再減8 換句話來說 如果你給我 我會把 減100p2次 調過去變加 所以就是 100p2次 好了 120個p 這個就是 加28p 調過去變 所以 120 再減28 應該就會是 出 如果你怕心算錯 你就按機 120-28 就是 92 所以就是 加92 2 2 p 再減 再減 減8 這裡 就 沒得動了 等好 兩邊電線寫 你就等於 0 就出回到這邊 如果 如果你給我 全式 不如 除4 100 除4 就是 25p2次 92 除4 應該就是 23 心算 心算 到 如果不可以就按機 8 除4 4 4 2 減2 等於 0 所以 在這裏 我們這次 如無以外 就按機 我會按 FORMULA 01 首先先按25 EX 23 EX 然後-2 EX 出來0.08 按ABC 按Shift ABC 出來 25分之2 如果25分之2 我會寫 就是 讀得M1 你應該都要熟 25p 正變負 就是減 2 第二個 再出來的 按EX 出來負1 負1就是正1 所以我會寫 就是p加1 就是等於0 而試一下兩塊 乘下等於0 即是其他一個是0 可能是25p 減2 等於0 或是p加1 這塊是等於0 即是最後答案 p是多少呢 如無以外 p 會等於 減2 加2 再over 你也知道我 你也知道我 我先選一尺 就是over x25 除25 好 就是or p是多少呢 當然p可以是 加1 到那邊減1 就是負1 慢著 小心點 不要那麼開心 p可不可以是負1呢 你想一下 p是這個位置 如果是負1的話 probability是負1 怎麼會有負數呢 probability 是不是 概率沒有負數 所以這個應該就是rejected 整件事 整件事搞定 正確答案應該是 25分之2 OK 可以嗎 好 終於搞定 看看大家今天有沒有什麼特別問題 OK 如果沒有的話 我們今天就到這裡 好 多謝大家今天的收看 希望下次有完的話 我們再見 拜拜